花莲最近几年的观光业越来越火红了 连带的伴手礼市场也跟着发烧热卖 当中有样产品很多人都吃过 就是这个叫做唱片饼 而正宗的创始店是在地人都知道的85年老饼铺 第三代年轻人接棒之后 深深体会到老店必须要不断的创新才不会被淘汰 于是研发了不少新的产品 而唱片饼就是当中最热门的一个品项了 这酥脆的口感搭配了多种口味 非常受到年轻人欢迎 让老店营收屡创新高 不可惜的是 第三代郑老板在去年突然间脑中风过世了 也让老父亲非常的伤心 还好年轻老板娘擦干眼泪之后继续接棒 她说为了八十几个老员工 她有责任一肩扛起 让这85年的花莲烘焙老招牌 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接下来我们带你看看 这有苦有甜的老铺新滋味 一圈又一圈像是树的年轮 又像是飞盘的酥脆吐司饼 最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唱片饼 是花莲人气指数超top的 发烧伴手礼 超棒那种入口即化 然后味道又很浓密 就是那种香醇 就有瑞碎鲜乳的那种味道 整只脑海都有一只牛在跑 对对对 会太over吗 是老板叫你背起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 听客人夸张的描述 就知道唱片饼在年轻人之间 受欢迎的程度 东西要好吃当然有配包 全在这间花莲老饼铺的工厂厨房里 打面基底正在搅拌的是 唱片饼的基底 材料很简单 高筋面粉 四字酵母 糖 盐 鸡蛋 鲜奶 蒸材 食料 all in one 还有老面锦上添花 因为老面它本身带有香气 对 它可以增加面团的口感 吃起来口感上会比 比较酥脆 面团打得弹性十足 饱满扎实 但还不够 还得再经过碾压锻链 才不会须有起表 为了防止它中间有空洞 比较容易碎掉 接着表里如意的面团 要进到特制的模子里 用进发酵箱休息 至少一个小时以上 才会发酵膨胀 天然酵母卡丘班 一点都挤不来 它的发酵比较缓慢 对 吃成酵母它的发酵比较快速 面团出了发酵箱之后 接着就可以进烤箱 慢慢烤成花莲火红唱片饼 诞生才十多年的唱片饼 出生85年历史 花莲无人不知的高饼老店 发明者是第三代正富裕 十多年前接手经营后 发掘花莲的烘焙产品同质性太高 伴手里不是花莲鼠就是麻吉 对游客没有新鲜吸引力 年轻人苦思出路 爱听音乐的他终于创造了 以黑胶唱片为雏形的唱片饼 而大受欢迎 让老店吸睛抢抢棍 成为同业追随的对象 不过一年前晴天霹雳 政府以脑中风过世 留下振兴老店的未完待续 在走的那个前一个礼拜 他在哪里睡觉 休息你知道吗 他在车上 停车场的那个车上睡觉 他不敢 他不敢去楼上休息 家就在这个工厂里面 他不敢 他就说我累了 可是我不能让伙伴看到说 我是坐在办公室上 办公室休息了 不行 他就躲在车里面 其实当他倒下去的那一刹那 其实我觉得 我的心已经被切三分 牵手十年的刘丽玲 回想起先生以前的认真打拼 带着满满的不舍 她说郑副义创意十足 常常绞性脑汁 研发新产品 拼事业雇家庭 还热心工艺 照顾弱势 是个标准好先生 尽管再不舍 郑副义离家的第二天 刘丽玲就擦干眼泪上班 解体先生继续跑第三棒 扛起八十五年的老招牌 也扛起九十个员工的家庭生计 我必须要有责任 我觉得这是社会责任 对我来讲太重要了 我又告诉你 眼泪其实不能掉 不去做理智的话 因为你不去做理智 我一直强调 两老怎么办 我的伙伴怎么办 圆筒吐丝破抹之后 接着切成圆形吐丝厚片 厚度两公分是标准尺寸 两公分是最合口的部分 跟一个烘烤的输碎度跟时间 它是最刚好的 它的厚度越久 你就必须 它的烘焙时间就越长 那你越长的时间 它就是干 干的时候就是硬 就是不好 沾上进口奶油 黏上糖粉 画上蒜香 芒果 当剩等八种口味 再进烤箱一次 就是众多业者 竞相模仿的花莲第一唱片饼 吃起来酥酥脆脆的 然后很香 香蒜面包那种香香的味道 然后很浓 年轻人的唱片饼赚钱红不让 第二棒老爸爸改良 做了五十年的小月饼 也是饼铺的超级吸睛机 中筋加低筋面粉 单纯的进口奶油 水和糖 要变出苏薄饼皮 这是刘丽玲学了一年的新功夫 糖的部分我们是用到 把细砂再磨到 就是类似到糖粉的部分了 因为它的就是更细的 在你打的过程当中 它比较容易去做一个 是黎食的部分 你的几杯 第二杯 第二杯 咱们要给三杯 休战 休战 太好了 他的师父也就是公公正荣章 75岁 有63年的烘焙功力 原本已经退休 遭遇丧子之痛 心头多了一块缺角 就是我半年都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我丈夫就来说 saying 爸爸你要坚强啦 我要接啦 我丈夫就要跟他说 他要坚强 在我身上不怕 他也比較壞 就是我們都先把他搗 我們兒子把他搗蛋 他路邊那麼近 我們兒子要先去鄉下 還有外頭 游立林挑起一家的擔子後 主要負責管理銷售部分 廚房就由老員工們 齊心協力幫忙 技術方面則一步一步學習 他說這樣才能掌握細節 才是傳承 不過一個廚房門外漢 凌為壽命初登場 就算老師傅再厲害 也會出現金銅鴨獎 於是超過一甲子的老店 就此進入數據化 我們是古代人 我比較有經驗 他們的平經驗 我說這樣不行嗎 我說這樣我學不來 他必須要教我 在教我過程當中 他就開始寫筆記 他必須要再從頭到尾 再做一次功課 為了你數據化 做收據 沒錯沒錯 我說爸爸你一定要給我 要不然我沒有辦法學 因為經驗是你的經驗 不是我的經驗 如果說我有機會 傳承到我小朋友的時候 這個部分的 就是很重要的部分 麵皮依照天氣濕度 耐心增減水量 打到筋性彈性十足 而內餡則用白鳳豆沙 進口奶油和糖 一起熬煮到甜而不膩 軟綿如泥 從古代人 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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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古代人 他就入口氣化了 OK嗎 OK 好 採訪過程中 劉麗玲一再強調 多虧了向心力超強的 老員工商品 還有老師傅的監督 才能讓菜鳥接棒的 八十年老味道 一樣精準不走味 他現在企業工也是 八九十年 也是很肯定 這樣 這樣 要你幫他做些嗎 對啦 我也要把他倒下去 早晚要把他倒看頭看尾 不然他哪有可能 一個人哪有可能 小月餅出爐後 餅皮酥脆 內餡清甜奶香濃 是店裡的老胎柱 雖然叫小月餅 但是一年365天都是熱賣商品 中秋過年更得提前下單 才吃得到 好吃程度可想而見 一般外面如果用酥油的話 就會很酥 這個是 對 就是軟 但是也有層次 還不錯 小孩子吃應該都吃得動 老人家吃也不錯 沒有酥油味 掌舵換手 客人的口碑依舊 劉麗玲接下來要加強 宅配通路 接續先生的夢想 擦亮老餅褲招牌 未完成的夢 怎麼去完成它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功課 夢想未完待續 堅強的劉麗玲 要繼續創造 讓人回味的回甘滋味